前首相纳吉今天入禀SRC案件的最终上诉申请 他提出94个理由 申诉高庭和上诉庭在审理时犯下事实和法律错误 而且他没能获得公平审讯 根据纳吉律师团入禀的上诉文件 纳吉提出了94个理由 批评吉隆坡高庭和上诉庭在审理时 以本身想法和意向来审判 无视他的律师团所提出的证据 纳吉也说法庭死前无法分辨哪些是合理推论 哪些是毫无根据的指控揣测猜疑和传闻而得出的猜想 而且高庭错误认定某些文件是真实的而接纳他们 之后上诉庭也跟着接受高庭的错误判断 纳吉也申诉控方否决了他在联邦宪法下的权利 导致他没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 2020年7月28号 吉隆坡高庭宣判纳吉SRC案件7项罪名全部成立 监禁12年及罚款2亿1千万令吉 纳吉随后提出上诉 但上诉庭在去年12月8号驳回上诉 维持高庭裁决和刑罚 但刑罚暂缓执行 已让纳吉将案件带上联邦法院 大优伤 大优众 作词 或许多, 明杨 簡论 画 глий 孙 垃